上一节的代码中呢 我们也可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及呢 代码中我们看到有一个Next的这个参数 虽然说我们一直没有用 但是它在这肯定有什么作用 其实这两个呢 就是我们来讲解 Express中间键的两个根本的入口点 所以说我们就 就带着这两个疑问 就是App.U到底是什么东西 以及这个Next的参数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看一个代码演示 我们代码演示完了之后 这两个大家就完全就明白了 所以说很简单 就是Express中间键的东西 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 因为它要给大家一块用嘛 应该是个黑豪里的东西 我们首先我们打开这个CodeDemo 这个文件夹 就是我们所有的Demo都放在这里面来 我们重新创建一个目录 叫ExpressTest 进入来 进入进来之后 我们先运行这个NPMInit 处置化一个NPM的环境 然后我们在代码中看一下 打开这个ExpressTest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Min这个入口感数 改成App.js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去创建一个 叫App.js的文件 作为我们测试的一个主文件 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安装那个NPMExpress 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淘宝的镜像的地址 靠过来安装的快一些 就是这儿我们直接去安装Express 我们就不再用那个交属架去用了 因为交属架里面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说会妨碍我们学习中间间 那如果我们单纯学习中间间的话 我们就单纯用一个比较纯粹的Express环境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安装之后 这里面已经有了它的迹赖了 好这样的话我们关掉这个 然后我们就直接写吧 就是如果只有Express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办 首先我们requireExpress 直接生成一个实例就好了 Cinst app分成Express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当前 HTP请求的实例 或者说本次 本次HTP请求的实例 然后呢 我们别的不废话 我们就直接App点U字 一边我这么想写一个函数 第一个三数request 第二个三数response 第三个三数next 我们先这么写 写完之后再解释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写一下 请求开始 然后第二点 request.method打出来 然后request.url打出来 然后呢我们执行next 我们先这么写着 反正这句话都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打印出这个request.method 和request.url 这个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接着写 U字 如果有点U字里面呢 我们还要传入个函数 第一个三数都是request 第二个三数都是response 第三个三数都是next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这么写 假设在处理 Cookie 就是对Cookie处理呢 我们就不写了 因为之前我们都写过了 所以我们这就假设在处理Cookie 处理完之后 它肯定是有一个request.cookie 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等一个 UseID 等于 比如说ABC123吧 就随便这么写了 因为我们在假设处理Cookie 就是我们假定 Cookie处理完之后 就是这么个内容 这是我们假定 这个不影响我们 这次学习这个中间件的一个知识 只不过是我们省对了 那个处理Cookie的一个步骤而已 然后APP.use 接着写 写完之后我们一块解释 第一个三数还是request 第二个三数是response 第三个三数还是next 抱歉 我这儿忘了写next 就处理完Cookie之后 我们这也执行next 上面这个也是代印完之后 执行next 然后 在这儿 假设处理 host data 再处理post data 然后这个post data 它其实是个eboot的处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之前block1里面 怎么去处理post data 大家看 处理post data的时候 是个eboot 因为它要监听这个data 和这个end的函数 所以它是个eboot的处理 它这个eboot 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模拟一个eboot 就用setTimeout去模拟就可以了 setTimeout 然后这里面 request.body post data 放在body里面 body 比如说 处理完之后 我们等于 a是100 b是200 假设这儿已经处理完了 这个post data 而是通过eboot来处理的 然后处理完之后 我们再执行next ok 再往下继续 然后我们用app.use 写一个路由 用app.use 也可以监听路由 只不过呢 我们这儿用app.use 直接传入一个函数 这是一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呢 就是app.use 我们可以传入一个路由 比如说我们传入一个api 这么一个跟路由 这个路由下面呢 第二个算数也是一个函数 request.response 然后next 这里呢 我们打印一下 console.log 处理 api 路由 好 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再去执行这个next 接下来我们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这个 然后粘贴上 改一个地方 就是把这个use改成get app.use get api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又写 把这个处理改成get 同理我们再粘贴到这儿来 把use改成post api 然后这个处理改成post 我们先保存一下 大家看这个地方 app.use后面有个路由 然后后面有个处理的函数 然后get有个路由处理的函数 post有个路由处理的函数 顾名思义 我们这种形式就是说 像这种get的就是说 我用get的方法去处理这个路由的时候 会执行这个逻辑 像那个.post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用post的方法来执行这个路由的时候 会处理这个逻辑 像个.use的这个方法 就是我不论是以post 还是get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只要访问这个路由 全部会处理这个逻辑 其实这个 app.get app.post app.use的这种处理路由的方式 它的本质上和这个 我们上一节演示的这个 blog express里面 这个routers这里面 router的这种方式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个完整的项目 完整的项目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stress.router 把这个路由 专门给它拎出来 所以说 这个地方用路由 就是用一个router对象去监听各个路由 也是.get 可以先.post 像我们这个user.js里面是.post 这种方式来处理路由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只是要演示中间间的一些逻辑 有一些原理 所以说我们就没必要做的那么复杂 我们越简单的形式演示出来 效果越好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用app.use app.get app.post 这样我使用和 刚才看的帐篷使用完全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写 然后app.get 然后api 我们写个getcookie 这样吧 getcookie的这个路由 然后 也写个函数 request response next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打印一下 打印个什么 打印个get api getcookie 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在这个next 我们就不调用了 我们就直接response.json 就直接返回了 返回什么呢 返回这个 error number等于0 然后data等于什么 request.cookie 因为request是cookie 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定义了 它应该返回一个 userid等于abc123 好 还没有完 我们再继续 app.post host 我们也写个路由 api getc p data request response next 好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先打印一下 post api getc post data 打印完之后 我们也是返回 response.json 然后 error number等于0 然后data等于什么呢 data直接就requested body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 这两个都没有在执行这个next 好 我们再写最后一个 app.yout 这个yout 这个yout 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写入一个函数就好了 request response next 这个yout 我们处理什么 我们处理404 处理404 然后response.json 我们可以写error number等于什么 因为-04我们就算到一个错误吧 等于-1 然后message等于什么404 nots fund 好 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案例就写完了 我们通过这个案例等于一致行 那我们就完全能明白它这个中间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我们还要去监听一下 就是app.listen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跑起来 端口呢我们还设置3000 然后写一个回调函数 console.jlog server is running on pulse 3000 好保存 保存我们先不进行运行 大家看一共七十多号代码 我们写完之后也是花一些时间的 我们先不执行 我们先分析一下 假如我们现在跑起来之后 我们要执行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访问这个 API getcookie这个接口 它会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 访问这个的时候 首先 它会先引用express 然后创建一个本次请求的一个实例 然后玩事之后 接着去执行这个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app.use这个里面注册的这个函数 它第一个参数里面 如果写没有任何路由的话 比如说它写了一个什么 abc这个 因为我们访问的是什么 我们访问的是API getcookie 它如果是 写了个abc的话 它没有命中 这个没事 这个肯定不会执行 就是像这种情况 我们无论访问任何路由 app.use里面注册函数 它如果第一个参数都没有写路由的话 它都会走这个函数 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了 比如说我们拷贝这个 get gpr getcookie 我们在流浪器里面就这么方便 就这么方便 当然它现在没有 我们没启动 诶 错了 好 就这么方便 方便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它要走这 因为这个函数是注册在app.use里面 app.use里面注册的函数 全部都要访问 然后走在这之后 它会干嘛呢 它会打印这么一条消息 接下来 走next next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往下找 next就是 在往下通过app.use 或者说app.use里面 getcookie 来注册的所有的复合这个逻辑的函数 像它如果使用app.post 注册的就不复合了 因为我们这次请求这个getcookie 我访问这个 第一个组在这 然后打印了一句话之后 接着去走next next的指向是什么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函数的下一个符合要求的就是这个 因为app.use里面全符合嘛 然后执行的是这个 这个里面执行完了之后 它把这个request.cookie已经复上值了 复完之之后它执行next 它执行next的命中是谁呢 命中的肯定就是这个 命中是这个的话 这个里面执行完了之后 它是有一个一步 有一个一步 它把这个body复上值了 在一步中执行next 然后这个时候 命中的是谁呢 大家看命中的是这个 就是我们虽然是用app.u字来注册的 但是它这个前面是一个 它的复路由是api 它复路由是api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反映的路由里面 复路由也是api 它复路由是符合的 所以说它也会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 它就会代印出了一个处理api路由这个字 然后再执行next 再执行next它会执行什么呢 它会执行这个 因为我们是用app.get来注册的 app.get是处理get的请求的 因为我们这次请求正好是get的请求 所以说它又命中了它的复路由 然后它就执行这个 然后执行这个的时候 再往下next它会执行什么呢 首先再往下这个post肯定不执行了 所以next它会执行的是这个 就是我们这次访问的路由是这个 然后正好是get的请求 所以说这个复合要求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它打印了一句话 然后直接去response.json去返回来 它没有再执行next 所以说到此为止 这个请求就结束了 我可以试一下 启动起来 好 启动起来之后 我们把控制台清个平 然后 访问一下 我们看一下 访问完之后 首先执行这个 请求开始 请求开始 get请求 api getcookie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处理cookie 怎么看出它处理cookie了呢 你看在浏览器中 浏览器返回的是什么 是这个userid等于abc 123 说明这个cookie已经生效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肯定走了 然后再往下 走到这儿来 走到这儿来 就是这个request.body 有一个eboot 然后执行了request.body 附认什么 再往下 走next 再往下走next 走哪儿去呢 就是走到这个 处理api路由 就走到这儿来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OK 处理api路由 再执行next 再往下的时候 它又会走到这个 get api这里面来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好 走到这儿来 再往下走 这个就不走了 因为这是个 接收post进去的 再往下走到这儿来 走到这儿来之后 打印了一个get api get cookie 大家看 打印了这个 然后再往下 就是走到这个response.json 就直接把这个就返回了 就是说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在流转期中 反映的是这么一个接口 它从上到下 它执行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执行的是 app.use里面 注冲进去的函数 然后呢 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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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使用这个app.use 直接注册的函数 然后第二个呢 是执行这个app.use 直接注册 而且前面如果是有路由的话 这个路由是 符合这个路由的 副路由的函数 就是 这个api get cookie 这个里面 前面这个副路由是api 那我们这里面 注册的函数 如果是在这个副路由的话 也会去执行 像这个 它会执行 再往下 它执行什么呢 如果app.get 出了这个路由 相匹配的话 因为get是一个方法 我们这次请求 也是get请求的 它也会面中执行 像app.use就不会了 app.use它坚称的是一个 post的请求 我们这次不是post的请求 所以说这个不会面中 然后再往下呢 就会面中这个 面中这个之后 它再也不返 它直接返回了 它没有执行next 它没有执行next 那下面的我们就不考虑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next有什么用呢 next是我们的 所有的一块一块的 一块有的函数 怎么去联系呢 就通过next联系 比如说 我们访问这个地址 它第一步要执行这儿 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把这个next给它注视掉 它执行完这儿之后 它不执行next 那下面所有的东西 都不会按照执行 所以说这个next 必须去手动去执行一下 它才会继续往下跑 然后我们再去访问 一个post的例子 post的例子呢 按照上面的例子 就好解释了 它肯定是先执行这个 然后再执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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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不执行了 因为这是处理get的方法 然后再执行这个 这个又不执行了 因为这个也是处理get的方法 然后再执行这个 那我们可以通过postman看一下 用postman去访问这个接口 好 发送 大家看 返回的是 Aron number等0 Data A等100 B等200 返回的数据是我们 这个request body里面写的数据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开的控制台 控制台里面呢 大家看 请求开始 方法是post 这是URL 再往下 处理API路由 再往下post API get post data 就是这三行 答应的 是完全符合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条件 继续 再往下看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我们访问的是一个 下边的一个路由 比如说API 什么 AABBB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控制台清一下 它应该返回的是什么 我访问 它返回的是一个404 NodeFund 也就是它命中的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果访问的是这个API AABBB 这么一个路由的话 它会怎么执行呢 它会先执行这个 然后再执行这个 然后再执行这个 当然每一步都有next 没有next就不会往下执行 然后再执行这个 因为我们的路由里面有API 我们的路由里面 这个副路由是API 就是这个顶部路由是API 所以它会执行这个 然后还会执行这个 因为我们这次访问的是一个get请求的 而且它的副路由是这个API 所以它会执行这个 然后这个就不执行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post的方法限制 然后这个会执行吗 这个当然也不会执行 因为我们访问的是一个API AABBB 这个路由和这个路由 根本就不匹配 这个路由访问的是API getCookie 不会配 所以这个不会执行 再往下这个肯定不会执行 因为这个监听的是一个post的方法 那怎么办 那只能执行在这儿 执行在这儿 大家看 这个肯定会执行 因为这个是通过APP的用途注册的 而且第一个参数没有写 所以肯定会执行 肯定会执行 那就是打印一个处理404 然后最后反复一个404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 get请求 然后这是URL 然后处理API 因为API 它符合我们这个路由的一个副路由 最后处理404 好 我们清空一下 我们再去访问一个 比如说我们前面没有API 我们就直接访问这个AABB 这个时候它访问的还是404 但是它有一个不同的点 就是 这两个它不再执行了 因为你这次访问的 根本没有API什么事 所以说这两个不再执行了 我们看控制台里面 控制台里面就没有 这一行 这一行 它就直接一个行就开始 最后就处理404了 OK 这是我们这段代码的执行逻辑 那我们这一节讲的主题是中间键 对吧 那什么是中间键呢 很简单 中间键就是这里面一个一个的函数 就是中间键 大家看 明白了吧 就这个函数是中间键 然后这个函数是中间键 然后这个函数是中间键 Express 这种中间键的形式呢 就是第一个30是Request 第二个30是Response 第三个30是Next 然后通过Next的执行 一个一个的往下串联 当然对符合要求啊 不符合要求它不会执行 就是要求我们刚才已经通过三个例子来演示了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了 所以说通过App.use 以及通过App.get App.post 或者说App.port 什么patch 这些东西 就是其他的一些方法 来往里面注册的这个函数 我们就叫做中间键 好 中间键这个概念啊 其实最后我们说出来就行了 大家知道就行了 最主要的就是中间键的用法 以及防卫一个路由的时候 它这个中间键哪些该执行 哪些不执行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问题 再往下 我们再讲一个规则 就是我们这个中间键写的 只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 通过App.use 直接去注册一个函数 第二种形式呢 就是不管是通过App.use 还是App.get 先写一个路由 或者说叫副路由 你像这个是个副路由 这个呢就是一个核心的路由 先写一个路由 然后再写一个函数来注册 其实还有一种形式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App.use 后面写一个路由 然后后面加很多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加两个函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什么 就模拟一个登录验证 登录验证 我们后面要做的 我们这先模拟一下 比如说我们又定一个函数 叫 function login check 然后函数第一个参数 request 第二个参数response 第三个参数是next 好 这样的话 这个函数就是一个 标准的Express中间键 因为它的参数是这么一种形式 而且是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比如说 打印一个 叫 模拟登录成功 模拟登录成功 这个时候就直接指定next就可以了 或者说 我们这儿 比如说 登录成功的时候 我们需要登录验证 登录验证有可能是一个 一步的一个形式 比如说 我们通过settimeout 去模拟一个一步的形式 就是 模拟登录成功 但是这个登录呢 需要登录验证 需要从数据库里面拿什么数据 然后它是个一步的形式 我们可以模拟一下 在这一步里面去指定next 然后定义完之后 我们直接把它login check 拷贝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getcookie这里面 需要去模拟登录 这个时候我们就去 这样就行了 大家看 impererget 第一个参数是路由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是这个 一个中间件 第三个参数呢 还是个中间件 大家看这个login check 它是个函数对吧 然后函数的参数 request response next 再往下 它也是个函数 它是个匿名的函数而已 函数的参数是 request response next 就是说这个 第三个参数和第二个参数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函数 它们都是中间件 所以说我们还可以这么写 我们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去 测试访问一下 这个getcookie 这个 OK 它返回的数据是正确的 我们需要看一下控制台 不好意思 我们需要重启 重启完之后 我们重新刷新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它有个模拟登录成功 模拟登录成功 说明什么 我们这个真正去执行了 而且模拟登录成功完之后 它又打印了这个getAPI getcookie 比如说是先执行的这个 又执行的这个 先执行的login check 又执行的这个 顺序上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模拟登录失败 登录失败的时候 那肯定就不能去执行next 你登录失败了还执行next 那接下来不就全部都执行了吗 所以登录失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直接去 比如说发了个义务请求 验证游户密合密码 结果最后登录失败了 登录失败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去read 这个error never得复一 比如说直接写个message 就可以了 登录失败了 登录失败的时候 就不要再执行next 你在执行next 就证明继续往下执行了吗 执行next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已经成功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 登录成功 好我们这样写已经可以明白了 这是模拟登录成功 这是模拟登录失败 好保存 保存我们的还是要重启一下 重启完之后我们再去访问刷新 大家看他访问的结果就是这个登录失败 登录失败 然后我们看空中台 这个地方确实有个模拟登录失败 然后模拟登录失败完了之后 他就直接去返回来 他不会再去打印这个getAPI getCookie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使用express中线件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把一个公共的一个东西 就是登录验证是个很公共的东西 对吧 很多接口可能都需要用到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它单独拆出来 然后到时候去在一个路由中去直接引用就可以了 当然你这个地方是 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函数 第三个参数也是函数 它express还支持那种 就是我们这可以放两个函数 我们也可以放三个函数 我们也可以放四个函数 但是函数如果放多了之后 那肯定是 代码也比较乱 所以说我这建议呢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放 比如说这个最后一个函数 是我们处理这个路由的一个主函数 那前面我们可以加几个验证 比如说登录的验证 全新的验证 等等这些 角色的验证等等这些 但是首先第一个 这个验证要封章成个中间件 第二个呢 这个验证也不要太多 就是前面的验证 我感觉最多加三个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再多的话 你就需要代码 就需要重新设计 当然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那么多 一般情况下就是加一些验证啊 什么的前面 前面两个三个就够了 好这就是我们解释的一个 express的一个中间件的一个逻辑 其实什么是中间件也不重要 中间件就是一个函数 最主要的是express怎么去使用中间件 就类似于这个app.use是干什么的 nance是干什么的 还有这个app.guides和app.post 以及这个各个路由 还有这个路由的签套的一些问题 他们这个中间件到底是怎么流转的 这块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我这儿呢 就通过一个例子之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想去了解这个内容呢 我建议大家是把这个例子真正的自己写一下 写完之后呢 你去跑起来 你能写出来 你能运行起来 并且能解释这个控制台里面 为什么会打印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打印其他的东西 那你这个express中间件呢 就算是基本也明白了 我去看是这个 我去看就是这个 我去看就是这个 那种 我们先先 definitions 我觉得 你可以 跟您的 我去看我们